暧昧的房间里 男人如同发疯的野兽 对女人粗暴地发泄着欲望 你一定想不到两人其实是恭喜关系 保罗跟安娜相识在一场聚会上 安娜清冷的气质和美艳的外表 让保罗一眼就看入了迷 安娜也注意到了她 主动上前跟保罗搭话 安娜说自己是她儿子的女友 有空了就去她家拜访 保罗的心瞬间跌落谷底 失落地看着安娜离开的背影 保罗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和一个帅气的儿子和可爱的女儿 她事业有成在政府工作 并且即将要升职为部长 但看似光鲜的外表下 却压抑着一个孤独寂寞的灵魂 一个星期后儿子带着安娜来家里 将女友介绍给父母认识 两人默契地装作不认识 保罗一直心不在焉 总是不自觉地盯着安娜看 临走时安娜意味深长地看向保罗 保罗知道安娜对自己也有感觉 但这段不道德的禁忌之恋不应该进行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隔天安娜竟然主动给自己打来电话 安娜给保罗说了一个地址 让保罗来找自己 保罗没有丝毫的犹豫 挂掉电话匆忙来到安娜的公寓 打开门安娜早就在等着自己 两人四目相对 欲望的火苗被点燃 什么道德禁忌全部抛之脑后 安娜蹲下敞开手臂向保罗发出邀请 保罗失去理智直接扑上去 两人天雷勾地火之笨主题 保罗一辈子循规蹈矩的生活 跟安娜之间禁忌刺激的关系让她极度兴奋 全然不过安娜是儿子的女友 几天后儿子找到保罗 保罗以为是自己安娜之间的事情被发现 原来是儿子想要跟安娜订婚 晚上约了吃饭 晚上保罗来到餐厅 见到了日思夜小的情人 炙热的眼神一直盯着安娜 那次激情过后保罗对安娜更加上瘾 看到儿子跟安娜亲密 他无比的极度吃醋 深夜他再次来到安娜住处 安娜早就知道他会来 一直坐在房间里等着他 保罗直接抱住安娜 他就像是一头发疯的野兽 粗鲁地发泄着欲望 保罗对安娜原本只是一时的欲望 但渐渐他发现他对安娜不只是身体上的欲望 安娜让他着迷 总是让他忍不住失控 他想要从安娜这里得到更多 女人伸出黑丝大长腿 男人炙热的眼神透露着欲望 两人冲破道德禁忌 在房间里留下激情的荷尔蒙 事后保罗清醒过来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儿子 更无法接受以后安娜成为自己的儿媳 安娜告诉保罗自己不会消失 会永远地陪在他的身边 对妻子谎称是工作要出差 他一个人来到巴黎 刚落地就迫不及待地给安娜打电话 他说自己很想他想要见他 安娜借口出门 保罗就在酒店旁边的巷子里等着安娜 见到日思夜想的爱人 保罗彻底失控 两人在无人的小巷里放肆缠绵 安娜说自己该回去了 保罗依依不舍地看着安娜离开 为了方便跟安娜撕毁 保罗在安娜入住的酒店对买开了一间房 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安娜的房间 安娜正在跟儿子吃饭 两人亲密的样子让保罗极度吃醋 他想要安娜只属于自己 保罗蜷缩在床上哭得像一个孩子 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跟安娜在一起的决心 保罗想要跟妻子离婚 跟安娜永远不分开 他跟安娜约在公园见面 保罗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安娜 可是却遭到了安娜的反对 安娜说他已经得到自己了 自己也不会离开他 如果离婚了一定会伤害到身边人 安娜想要保罗带给自己激情 也不舍保罗儿子给自己的稳定感情 安娜说自己不想被占有 接着说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他从小跟哥哥一起生活 随着两人的长大 哥哥对安娜产生了感情 17岁那年他交了男朋友 因此遭到了哥哥的嫉妒 哥哥让安娜二选一 安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男友 哥哥接受不了选择的自杀 所以安娜不想做选择也不想被人占有 保罗不再勉强安娜 两人继续开始了低下恋 不久后是妻子的生日 儿子带着安娜来到家里跟母亲过生日 餐桌上儿子告诉家人 说自己已经跟安娜求婚了 他想要跟安娜结婚 希望家人能同意 众人都没有反对 只有保罗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他不想跟别的男人分享安娜 更不想安娜做自己的儿媳 晚上保罗怎么也睡不着 他没有忍住偷偷走出房间找安娜 没想到安娜正站在走廊里等着自己 深夜男人来到儿媳的房间 两人四目相对欲望的火苗被点燃 他们将伦理道德抛之脑后 深情的缠绵在一起 早上保罗从安娜的房间离开 正好被女儿看到 保罗赶紧跟女儿解释 但女儿好像知道了什么 没有听保罗的解释起身离开 不久安娜的母亲来到家里 两亲家商量着结婚的事情 安娜母亲对保罗的儿子很满意 但看到保罗后却很惊讶 说保罗跟自己那个死去的儿子长得很像 安娜面色紧张赶紧制止了母亲 保罗的心跌入谷底 原来安娜是因为这个才跟自己在一起的 吃完饭后保罗送安娜母亲回酒店 车里安娜母亲说自己看出了他跟安娜之间的关系 他劝保罗赶紧结束这段关系 保罗的儿子才是安娜最好的归宿 如果两人的事情被发现 后果将不堪设想 回去的路上保罗想了很多 觉得自己跟安娜确实不适合 他在路边的电话亭跟安娜提出了分手 安娜并没有完美 跟安娜分手后 保罗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他以为只要不见安娜自己就会忘掉他 但他对安娜的爱太深了 他没有人忍住拨通了安娜的电话 但接电话的是儿子 保罗赶紧挂掉电话 安娜知道是保罗打来的 隔天他寄给了保罗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把钥匙和一个地址 保罗赶紧飞奔到安娜的身边 从此这里就是两人的秘密基地 不久后安娜跟保罗儿子商量着结婚的事情 保罗吃醋极度面色不悦 安娜安抚着他 说自己嫁给保罗完全是因为他 之后跟他约定明天晚上在公寓见面 第二天刚下班 安娜就迫不及待地奔赴爱潮 保罗也马不停蹄地赶往公寓 可是因为太着急他忘记把钥匙了 保罗的儿子接到了安娜房东的电话 房东说安娜需要的家具已经到了 儿子不知道安娜什么时候租的公寓 他跟着房东给的地址来到公寓 走到房间门口时 听到里面传来迷迷之音 因为保罗忘记把钥匙了 儿子拧开了门 两条治罗纠缠的身体映入眼前 他没有想到女友竟然出轨了自己的父亲 他惊吓得连连后退 结果不慎跌下了牢 摔下去当场死亡 保罗抱着儿子的尸体后悔不已 余生他都将在悔恨中度过